周鹏争夺战深圳胜广州苏群 赵瑞耀走的瓜一直捂着 解说袁瑶泉 深圳和广州南兰在周鹏争夺战中 分出胜负 宏远最后还是没能留住老队长 生意不好做 大家不包括上海 都在缩紧过日子 近日 前山东记者刘宝杰在社交媒体宣布 周鹏转会深圳南兰 球迷热议 周鹏是宏远南兰功勋老将 又是队长身份 是中国南兰封线上绝对主力 有经验和能力 加盟深圳南兰 原本在三号位就有顾全 一时间封线实力迅速补强同时 板凳深度和人员轮换更充足 甚至是可以冲击四强球队 想必深圳南兰会给周鹏开出 有竞争力的合同 相比财务状况吃紧的宏远 前山东记者刘宝杰 周鹏加盟深圳 苏群赵瑞要离队的瓜一直捂着 广东南兰到更新换代时候 赵瑞真不错 郭艾伦转会概率可能不到10% 报酬没有余地 选择海外不怎么样 周鹏去年总决赛曾有机会拿到MVP 近日 篮球名嘴苏群在文章留言板下 回复球迷提问 关键敏感问题围绕郭艾伦 周鹏和赵瑞修赛西去留问题 早有传闻 赵瑞和周鹏或加盟其他球队的留言 媒体人周鹏同名暗示 篮球记者贾磊直播透露 两人可能会离开 解说猿王赵峰回复球迷确认 广东无法给周鹏和赵瑞开顶心 另一位解说猿L拳也在文章中暗示 感谢收看